可以更加自由地去穿拖 如果他在投在我面前的话 男士就会觉得很僵硬 会挡得出来 如果女士的投在男士面前的话 男士就很难移动 所以男士就会想着把女士会被掰开的带下去 我们右转做一个例子 第二种 如果他在投在我面前的话 我觉得很困难移动 我就要拍他在移动 他对他表达这个意思 所以当女士在左边非常担心左边的时候 男士前进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阻挡 没有任何阻挡 如果你是左和前面来了 男士就需要把不先移动的孩子 带着一个困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移住地图 一定要在他的腹围 一定要非常清楚地图 要在他的方向 啊 tto feel the head is not so easy because sometimes we just don't feel where it is and I give you some advice, follow man's right hand, so every time the man lift your head, stick part of his right hand. 其实找到我们自己的头,并没有自己的头,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在这里我反而给大家一个建议给你做了女士,我们女士的头一定要去找到男士的右手的方向,男士的右手在哪里,你的头就要找到哪里 因为男士,他在右边有很大的空间,他没有太多接触到右边,所以右边是向右边的右边,但右边一直在向外的旁边 因为男士的上方向和包围是很大,你不要去找他的右手的右手,因为他的右手有一种在向前或者向后,你要去找他的右手,他的右手一直在做一个很大的包围的右手 所以,鱼姆士的同一样去找他还是右手的方向 所以,老根 员,刚刚一直在跟肯定我的右手,这样我用这个左手的右手 所以,鱼姆士的同一样去找他还是右手的方向 所以,我会想跟他的右手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感到他刚刚一直在跟随着我的右手这样的右肩永远都不认为他是他的外人 他如果只是跟随着的右手身体的话这个人就会比较小 得晕